一个员工被公司查出朋友圈 屏蔽同事被罚款100块 对此你怎么看 这个问题你要先这样看 因为这个公司 如果你在进公司的时候 公司给你规定 逆行规定过 不能屏蔽同事的朋友圈 如果你当时你屏蔽的话 这个因为有上限 所以属于你违反原则 如果人家没有屏蔽 而没有规定 而你屏蔽了 这个因为朋友圈属于个人的东西 个人的地方可以 我觉得可以评评 因为属于在自己的范围内可以做 他还分析得头头是道 对 我觉得他的分析特别好 很多企业可能就会因为说 我乱罚就可以了 老板一不开心我就罚钱 但实际上这是不正规的 就是你们求职的时候一定要清楚 其实企业如果你要是想罚钱 你一定要在你的员工手册中 要去写出来 并且要叫所有员工签字之后 你才允许这样 对 来 提问机会给刘登的五位 你现在最专业的一件事是什么 专业嘛 因为我对我自己的认知是这样的 因为可以就是 老板你给我交代了一件事 我可以跟你说百分百的放心 因为你交代给我 这叫服务 但是你自己的专业技能是什么 说那个是态度不是专业 比如说 我专门做短视频特别强 我写文字很强 我做画面很强 或者说我现在写企划案 对吧 迅速地能够把逻辑捋清楚 那也是个技能 你不能只讲态度 态度是行政上的事 明白明白 技能 是这样的事 石道种啊 就是说从他整场的面试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 如果让我来提炼的话 我觉得他其实更多的工作 是在这种大行政上面 其实他是行政的工作 我觉得可能是他唯一能做的 还有就是像这种出纳 什么这样的工作的话 我觉得他对于未来的职业发展 可能不利 所以他行政主管这样的职位 我觉得是合适的 我是想用这样的问题 也激活一下他自己的考虑 如果他是以平台部门为考虑的话 平台部门属于企业的成本部门 他是不会有什么增量的收益 是吧 对没错 他就是每年慢慢按部就班 基本上他想挣着这个钱 如果你打一赛谱的话 你七千块钱一针 对吧 打得起吗 后面会越来越让他压力大 他的生活会沉沦下去 所以你现在是 也许今天这个台上 未必有合适的行政岗位 那即便有行政岗位 你也抓紧有一个专业技术 好 我觉得无论是做行政 还是像到徐赵老师 去做酒店服务类 你的这个语言还是很重要 这个是你现在可以改变的 有的时候真的听不太清楚 你在说什么 这跟你的并无关 你应该首先要把这个给界定掉 如果是服务性人员和做行政 经常跟人打交道的 表达还是要注意 第二轮选这续后来 谢谢 会不会有一些失落 有点吧 其实今天的这个一片红灯 其实并不代表你没有价值 只是你的这个市场定位 可能还是不太准确 对对对对对 实话讲就是如果我是你的话 可能我没有勇气走向这个舞台 但是实际上从真实的你的职场的经验来讲 我们的的确确的讲 你的确是差了很多 但是的话我今天想感性一致 如果你想跟我去上海的话 五千块钱我带你走 对吗 对我会把我的行政的这一台交给你 他一直挺看好你的 你去吗去不去台下 就可以跟着他 别急 但是我考虑一下 我觉得你不应该灰心 对 不应该奢望 在你面前有个活生生的例子 是 跟你同病相连的一位朋友杨石头 他的事业很成功 是 对吧 你完完全全可以向他学习 还是他的那句话 如果要与自己的病魔相抗争 还是要让自己变得更有价值 对 多学一些技能 好不好 来杨石头 给他勉励一下 不是事 左手温暖右手 第一件事感恩 你我走到今天 是有很多人帮助的 也很多人照顾的 是吧 是 感恩 第二呢 接受 接受老天的不公平 是吧 也接受咱们 就你当有人说凭什么 没什么凭什么 自己是一切的根源 咱得了就得了 是吧 第三 希望 给自己设一个目标 人生不过三万天 每天保持开心 你阳光 这个世界就不黑暗 好吧 一直往前走 再见 挺紧张的 反正上面把自己 有些东西有可能没表现出来 结果也让自己更清楚地 认识到自己在工作上 没有一个重点 反正希望在以后的时间里 多多把自己某一项培养出来 报名分析